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当演员有独特的异碎感 表演起来就很容易让观众与之共情 王一博 肖战 林更新 谭剑刺 罗云熙谁的哭戏最有感染力 最近刚看完追风者才发现王一博真的很会哭啊 该黯然神伤的 该类淫于结的 撕心裂肺破碎感强的 绝望崩溃只能隐忍的 每一种哭戏都毫不含糊 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角色里 哭起来 简直就像穷瑶女主一样 眼睛一直含着泪 会在词差不多说完的时候 眼泪才一粒一粒晶莹剔透地掉下来 这才是既能哭得唯美好看 又能让人共情地哭戏 真的有被王一博的哭戏给经验到 在追风者里 他的每一场哭戏既饱满又有感染力 都能让人轻易地共情 一边追剧 一边跟着魏若来一起哭了无数次 哥哥去世 哭得无助 阿文去世 哭得绝望 竞争去世 哭得迎刃坚毅 王一博魏若来这么牛的演技 共情 太有感染力 陈琴令兰忘记哭 尤斐谢允哭 冰雨火陈雨哭 风起洛阳百里洪一哭 每部戏都要哭得王一博 哭得真的越来越让人心疼了 他的演技真的很高级 比起常说的演技派 他有演技的同时 更加的自然 更让人舒适 看起来不像是演的 原来真的有人哭起来像断了线的珍珠 是谁跟着流泪了 肖战的玉骨瑶真的让我狠狠得到小神观时影 不得不说 肖战的哭戏真的好有层次感 得知母亲死讯后的悲愤落泪凌乱与破碎感 一起好让人联系 祭拜母亲时无能为力的落泪 真的好绝 多个角度不同氛围的哭戏 赏心悦目又痛彻心扉 狠狠共情了 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只要他一哭 就会感觉 好像是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 魏英的石垂美强惨 难怪网友说肖战之后再无魏无限 每次重刷陈情令 都会被肖战的哭戏惊念道 我真的要被梦中的那片海里 肖春生和肖燕秋的姐弟重逢画面哭死了 同样的车站 当年姐姐却拉着春生的手 不舍送他去当兵 这时的眼泪是开心的 时过境迁 再次来到这个车站 却等到了弟弟坐着轮椅出来 拥抱过后 肖春生这个转头一秒落泪 真的是相顾无言 听到那句 我们回家 我也跟着春生一起哭啊 都说长姐如目 姐姐一直尽全力在照顾这个家 而且春生也只有姐姐这一个亲人了 那种面对亲人卸下防备的委屈 从愧疚到隐忍再到委屈释放的哭 太共情了 春生在姐姐面前装作没关系 但实际上却是最难受的那一个 林更新好像有那个传说中的哭戏牛鼻症 林更新在采访中说过 当年我拍《步步惊心》的时候 那场戏我就是拍了一遍过的 谁还没看过若曦在十四阿哥怀里去世这场戏 她那种类如雨下迎刃的痛苦太有感觉了 谁能想到《步步惊心》是林更新大学期间拍的 是她的第一部戏 宇文月坠狐的花絮也是分分钟刀我 宇文月临死那一哭真的 眼神里全是破碎感 何兆姐两个人抱着 久久不能出戏 一难平的 何止是我们 也是他们啊 雨凤行的哭戏 更是让我一秒懂了什么是冰死感 不用深思历劫的吼叫 不用任何肢体动作 一个眼神破碎感满满 痛彻心肺 又有释然和不甘 我都想冲进屏幕 抱住他安慰他 不愧是上戏毕业的 林更新这演技真的没话说 王一博 肖战 林更新 你更喜欢谁的哭戏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